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和超级好吃 料理的城市 台南府城除了古色古香 这里的古迹还有着异国风情 将近140年前落成的二昆升炮台一载金城 是一位法国工程师 在参考巴黎的外围防御之下所设计的 这座拥有护城河的炮台 在抗日时期曾经发挥作用 击中来袭的日本军舰 接着我们再将时光倒转 回到1624年 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 原本想在中国设立一个贸易办事处 不过因为明朝官员不愿意 所以他们只好继续开船到台湾台南来 最后在这里设立了热兰折城 热兰折城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 其实荷兰人原先希望在澎湖舍办事处 但是因为当时得不到许可 只好来到几乎在中国官员管辖外的台南发展 在这里开分公司 据说郑成功打败荷兰人 攻进热兰折城后 将这里改为他的官邸 在安平古堡旁边有一条安平老街 这边除了吃的喝的 还有一些狗仔 鸡头蜜啊 窑谷 竹蝉 蛋公 有没有勾起童年回忆啊 这条老街是台湾第一条 有经过规划的街道 是荷兰人设计的 当时荷兰人说这条路叫做台湾街 不过当地人有人说 因为市场就在这儿 或者是跨街 因为这条市当时最宽的路 大约两三尺宽 现在许多摊贩在这里卖传统点心 包括这长得像恐龙蛋的碰片 吃起来像一面裹着黑糖 薄薄的饼干 另外虾饼 蜜饯也到处看得到 这是安平独有的护身符 减塞 他们说塞加减 什么都没减 仔细瞧 您会发现剑狮 其实是一个有着狮子设计的盾牌 插着一把剑 有人说以前安平的将士回到家 剑和盾牌就是这样收的 今年哪月形成当地人的辟邪物和护身符 逛完三百年前 荷兰人设计的老街 接着我们到1876年 德国人常出现的地方 除了荷兰人 其实还有德国人也曾经来谈谈拼货经济 这里是德商东兴洋行 要不要进去看看呢 当时出口到德国的糖和张脑等 都是透过这个办公厅处理 不过进入日志时代 因为张脑和鸦片的贩售被管制 开行十几年后 东兴洋行关门大吉 现在大家来到这儿 可以在庭院里的大树下 喝喝啤酒避避暑 而喜欢逛庙宇的人 台南有台湾本岛最老的天后宫哦 这里拜妈祖 隔壁则是文武庙拜关公 走了一天来点小吃补充提力吧 台南还有一样东西很有名 就是小吃 您有看过这道菜吗 就是萨把鱼鱼 听说虱目鱼名字的由来是 郑成功来台湿问当地民众 这个鱼叫做什么 虾米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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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最后就变成萨把鱼 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 虱目于外还有棺材板 炸成金黄色外酥内软的厚片吐司 里面放着鸡肉小卷浓汤 棺材板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恐怖 但吃起来还不错 虽然这不是开城就有的小吃 但也有好几十年历史了 其实台南好吃的东西 和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不止这些 还好交通方便随时能再来 哎呀就说要走了 但是你看赤坎龙打灯了 可不可以再等一下 民事新闻温柔吴志宏 台南报道